因為我老公大我13歲 他原則上其實都是我們的上一輩 我剛才在跟 藝鳴 藝鳴聊 因為其實藝鳴前面做的所有事情 我老公其實都有做 因為我19歲就出來拍戲 可是我19歲就認識我老公 我老公 我也給你拍的 對 第一時間就是到處帶去 這是我女朋友 這是我女朋友 每天攝影大哥都接收過這種事情 這是我女朋友 我也不懂 他連那個手門 華氏手門的警衛都要跟他講 這是我女朋友 因為他覺得交到你很有面子 對 這個手法跟一鳴哥的手法有點像 是一樣 所以年輕妹妹他們都很擔心 對 然後他也是講一樣的話 你不要演戲了 你演戲沒有用 因為你這樣不會紅 你怎麼演就是那種嘉賓 你不會紅 所以我覺得你還是趕快結婚就好了 所以他第一時間也是跟我講 我跟你說 我不是玩玩的 我是要以結婚為前提的 他也是這樣跟我講 他我覺得你很適合可以跟我結婚 那我就說 然後那時候我19歲 然後也不懂 然後我想說 我就聽一聽 可是你知道 我老公很可怕的是 他從以前他就會覺得我比較小 因為小他13歲 對 然後他那時候其實已經還滿紅的了 已經有知名圖 對 所以他就會很管我 他是管理我 你知道嗎 對 我在他面前 我說實在話 他覺得你什麼都不懂 他是 我後來又進購物台 他真的結婚 十年後 他才知道我這麼會講話 喔 平常都是body language 不是因為你被他壓住了嗎 對 其實我們認識七年的時候 他從來不知道林志佑會大聲講話 蛤 你這麼乖巧啊 我們在一桌子吃飯的時候 我從來就不可以多講話的那一個 我只要一講話 比如說 一名講話 你別說啦 對 真的 他就會這樣 當我要表示說 對 你們那天怎樣 好 那你不要說了 對 他會覺得說這個桌子是 男人在講 沒有你講話的friend 那你能夠接受嗎 對 我那時候就接受了 而且 而且 那一桌都長輩嗎 也沒有 其實也是有朋友也會帶女朋友 別人都可以講就我不能講 然後他永遠規定我不能穿高跟鞋 你只能穿裙子 所以我 一直到生完小孩 我才開始穿牛仔褲 天啊 所以我那七年來 都是這個樣子的 而且是 規定你九點就要回家 通常吃完飯九點半鐘 教官規定的還多耶 嗯 然後他說 可以了 你回去了 你回家我們要去喝酒 那我就會自己做 沒有 他沒有接送過我 我們那是七年他沒有接送過我 對 他就是把他的車座 然後他叫我去學開車 然後當我會學 我會開車的時候呢 他就把他的車給我開 他說你開回去 讓安全 但是呢 他如果 我沒有開車 他就會叫我計程車 然後我回到家 一定要跟他報平安 然後我就不能再出門喔 因為他會 那時候只有BB Call 對 然後他就會 監控你 他就是一兩點 可能他在喝酒的時候 他就是Call你一下 你在幹嘛 對 對 我如果在家裡睡覺 他就沒事 他就不管你了 但是我不能找他 啊 這樣子 這麼不平等啊 他可以找我 但是我不可以找他 所以通常像以前 我們在談戀愛的時候 他一天頂多 10點11點那時候 打一通電話 如果整天都沒見面的時候 只有那時候打電話 不然他就是5點多 打電話說 你到那個太陽城的後台 然後就陪他吃個飯這樣 不然幫他帶飯 有什麼事情不能Call他嗎 不行 因為他也不會理你 但其實可以理解 因為小燕哥的行程 可能很忙 他打來 他也沒有辦法 處理這些事情 只有他空檔 可以找他 你那時候少女心情 小小心靈不會有點受傷嗎 我希望你的時候不能Call你 可是他是大點心啊 這個是標準 以前老一派 男藝人的作品 你真的是這樣子嗎 就是這樣 很神秘 然後不會讓女朋友知道他去哪裡 對 然後你也不可以問他說 那你今天跟誰在一起吃飯 不可以 他也不會告訴你 那他可以一直問你 他可以問你 比如說我去拍戲 比如說那時候我還有拍戲 你是真的大男人 他就跟你講 那你拍到幾點 我說拍外景 怎麼會知道拍到幾點 那我就說可能9點 然後他9點半打電話來 為什麼還沒有拍完 你不是拍戲長大的 你問我還沒有拍完 我說那就還沒有拍完 有delay 那你等一下回家跟我講 那你可能就10點多 他就又打來 怎麼會拍那麼久呢 你一定有問題 他一定會加後面這一句話 你一定有問題 那你不會不高興嗎 他在懷疑你 那時候也會跟他講說 沒有啊 那時候是年紀比較小 就會一直試著跟他解釋 然後說實在話 以前功力沒那麼深 所以講話沒那麼溜 你知道嗎 然後他講一句 所以我們要想很久才可以頂他的時候 就講說 好吧那可能就是我們做錯了 那時候今天沒有見過這麼多朋友 然後永遠都覺得是我們的錯 你們這案例蠻特別 像我跟維玲我們都是 他直接打電話給那個執行製作 run down直接拿來 然後對一下 就知道我工作的情況 對 我也是這樣 我就直接打給我們的製片說 現在維玲現在有幾點收工 都完全清清楚楚 已經到第幾趴了 對 根本就不用去跟第三者講 你會去問執行製作 但是我老公不會 因為他會覺得他很丟臉 沒面子 他會覺得他去問是丟臉的 因為他是大明星 他覺得他是 他不會去做這種事 因為他會覺得說這樣子 好像讓你知道我在控管我的女朋友 他要做 但是他又不能讓人家覺得 他做這件事 然後我也不能講 因為他會沒面子 OK 就很可怕 那時候你跟他在一起 你覺得你最大的快樂是什麼 沉默 沉默了